12年职业生涯至今换了6支球队 为了得到不同时期的维克托奥拉迪波 各支球队都付出了多大代价 时间回到2013年NBA选秀大会 奥拉迪波在第二顺位被魔术队选中 随即开启自己的NBA生涯 此时魔术队正处于霍华德离队后的青黄不接阶段 所以奥迪很快便成为魔术队的重点培养对象 菜鸟赛季他便以场均13.8分4.1篮板4.1助攻 和1.6个抢断成功入选最佳新秀第一阵容 其中62场比赛得分上双 还拿到生涯第一次三双 魔术队的球迷对奥迪充满期待 之后的两个赛季里 尽管奥迪持续进步 投篮三分和罚球命中率逐步增加 但是被寄予厚望的他远远没有达到魔术队的预期 从没带领过球队进入过季后赛 加上魔术队当时的战术体系不够成熟 人员配置也不合理 诸多原因导致魔术队放弃培养奥拉迪波 2017年休赛期 刚刚遭受杜兰特离队的雷霆进入重建阶段 于是与魔术队达成交易 雷霆送走盖茂王伊巴卡 在魔术队得到奥拉迪波 伊尔亚索瓦 以及当年的首轮11号新秀小萨伯尼斯 2017-18赛季 雷霆为奥迪奉上4年8400万的大合同 管理层期待 奥迪与威少的后场搭档能够带来惊喜 期间他为雷霆队出战67场 场均得到15.9分4.3篮板2.6助攻和1.2个强断 尽管命中率有所上升 但他的场均得分 对比上个赛季不增反降 无法满足球队的需求 与MVP赛季的巅峰威少相差甚远 虽然雷霆成功打入季后赛 但奥迪季后赛的糟糕表现 导致球队首轮被火箭淘汰 而奥迪的离队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赛季结束后 雷霆队把奥拉迪波和小萨布尼斯交易到步行者队 而步行者则送出他们的当家球星保罗·乔治 回到家乡的奥迪被重新激活 顺利接过了乔治的领袖位置 在2017-18赛季常规赛数据 暴涨到23.1分 5.2篮板4.3助攻和2.4个抢断 带领球队进入季后赛 并且成功夺得赛季抢断王 同时入选东部全明星阵容 最佳阵容三阵和最佳防守阵容一阵 还成为了赛季最快进步球员 奥迪本赛季的出色发挥 一扫之前所有的阴霾 阴城球迷甚至因为奥迪的到来 根本没有沉浸在失去核心保罗·乔治的悲伤太久 玉露黄和冰色川 江灯太行雪满山 在奥迪正为未来愁愁满志的时候 命运跟他开启了玩笑 奥迪在2019年1月对阵猛龙队的比赛中 又吸击剑四列赛季报销 将缺阵本赛季余下所有比赛 而凭借上半个赛季的优异表现 入选全明星的位置 也被篮网队的拉塞尔取代 尽管奥迪在后半个赛季成功复出 并健康地打完本赛季剩余19场比赛 但遭受如此严重伤令的奥迪 显然成为了球队的隐患 加上他的速度和得分能力远不如受伤前 所以奥迪在遭到不行者半个赛季的血藏后 一笔四方交易中送到火箭队 而该笔交易主要是围绕篮网队能得到哈登来进行 2020-21赛季 尽管奥迪在火箭首秀中表现亮眼 拿到32分5板9注成为队室第二人 之后的20场比赛全部首发出场 拿到21.2分4.8个篮板和5个助攻 优异的表现让火箭队曾在常规赛收官阶段 为奥迪奉上两年4520万的合同 但他拒绝了火箭的续约 坚持索要一份大于四年的长约 正在重建阶段的火箭队 不想为一个遭受过重大伤病的球员 所死球队心惊空间 于是在2021年3月26日 把他交易到热火队 出到热火队 奥迪打了四场好球 便遭遇右股四投机赛季报销 所以他不得不在休赛期 接受了热火队一年的老将底薪合同 2021-2赛季 奥迪因伤错过大部分比赛 他在常规赛收官阶段 时隔333天复出 复出的第四场比赛 便拿下40分失败 季后赛帮助球队闯入东部决赛 并以一球之差败给凯尔特人 奥迪高效地表现为 他赢得了一份 两年1800万的中产合同 2022-23赛季 奥迪表现合格 一度在细罗缺阵的事件里 成为球队替补席的主要火力输出 无奈的是在首轮季后赛 在第三场比赛再次遭受佐西受伤赛季报销 错过参与伟大的黑巴奇迹 赛季结束后 奥拉迪波被当成交易筹码 先后流浪与雷霆队 火箭队和灰熊队 期间均无上场比赛 如今奥迪在合同结束后 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暂时没有任何球队签约 炸电力 内营 中的